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3号公布了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报告 该报告长达300页 详述了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门前后事件当中的不当行为 以及如何妨碍众议院进行弹劾调查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4号将就特朗普所受弹劾调查举行首场听证会 听证会将就弹劾的宪法依据听取法律专家的意见 此前三名重量级共和党级众议员在一份最新的报告当中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支持 他们在这份123页的报告当中说 当前证据无法支撑民主党人有关特朗普施压乌克兰调查拜登父子的指认 没有证人拿出涉及贿赂敲诈和其他轻罪或重罪的证据 证词多是道听途说